平常喜歡跑賽道 但是又嫌賽道的這些裝備太臭太舊 那到底應該怎麼辦呢 哈囉大家好 歡迎來到這一期的驗車官X不是龍龍 不知道小夥伴們是不是跟我一樣 我就是典型的插身文具多 我平常非常喜歡開自己的GTI區下賽道 亦或是經常會跟35好友一起去比一比卡丁車 但是每次在跑賽道的時候 按照國內的要求 所有的房車下賽道一定是要佩戴頭盔的 而去跑卡丁車自然也不會落下這一個設備 但是每次去跑賽道的時候 我都會覺得別人的設備真的是又臭又舊 正好最近我身邊很多小夥伴在問我 有沒有什麼值得推薦的賽道入門裝備 那今天就跟大家一起來聊一聊這個話題 那其實剛才有說到 我們每次跑賽道非常重要的第一個設備 就是我們的頭盔 所以我自己是選擇了一個國產的頭盔 那簡單來說它的性價比非常高 如果說人話就是非常的便宜 那國產頭盔和進口頭盔的差別 其實主要就在於它的用料 可能你買到大概七八千塊的 阿拉伊或者貝爾盔的話 基本上能買到一個碳纖維了 而我這個國產盔2000塊左右 其實性價比還是蠻不錯的 當然帶回來之後就有一個很明顯的缺點 就是它的整體重量是比較重的 尤其是直接套在腦袋上之後 你會感覺好像腦袋是有點不隨著身體的擺動 那第二點就是國產盔它會有一個明顯的價格差在於 它其實是有個焊絲扣的佩戴和不佩戴的區別 那我買的這一款是不佩戴漢絲扣的 所以這個小洞是被堵上的 那從另外一面可以看到它是一個內螺絲孔 就是說你可以去自由的選裝漢絲這個功能 那漢絲到底是用來幹嘛的呢 其實漢絲這個東西簡單來說 就是平常我們在跑一些方程式賽車 或者是說一些速度非常快的防車比賽當中 它是可以和整個頭盔連接在一起 保護我們的脊椎 然後在發生劇烈碰撞的時候 導致這個頭盔不會被直接甩出車外 或者說扭到我們的脖子 所以它起到的是一個相對的防護作用 那要考慮到平常我們下賽道 主要是開自己的轎車 或是去開卡丁車 它整體的速度還是在可控範圍內的 所以我當時就沒有去選裝這個漢絲扣 而是選了一個替代的方案 就是買了一個Sparkle的橡膠駁圈 那這個海綿橡膠駁圈 其實它能起到的就是一些碳撞時候的緩衝作用 後面這一塊主要也就是墊在脖子靠後的位置 那可以起到的就是萬一後面的車輛撞擊到你的時候 你和後面的座位之間是可以形成到一個緩衝作用 與此同時我也提到了我這個頭盔因為是有點重的 所以當我架好這個駁圈再把頭盔套上之後 它其實也可以起到一定的支撐作用 那這個用起來是非常方便的 所以關於這一個比較經濟的方案 這個Sparkle的駁圈大概價格是在幾百塊左右 不超過五百塊 我個人覺得還是蠻實用的 除此以外和頭盔配套的還包括一個非常薄的頭套 那這個頭套的作用 其實如果你是跑正規的方程式比賽 或者FIA或者國家認證的比賽裡面 應該是要佩戴的國家認證防火頭套 因為在車輛發生劇烈碰撞甚至爆燃的時候 它其實是要取到一定的隔熱作用 但是畢竟我們是自己玩 所以我就選擇了一個非常輕便的 可以散熱更快的一個輕薄頭套 那我覺得已經完全夠用了 那除了頭套頭盔包括我們的駁圈之外 還有一個我個人覺得可有可無 就是一副非常不錯的賽車手套 那我自己選的是Sparkle的Aero賽車手套 那這副手套其實相比性價比上面來說 要比我的頭盔和駁圈可能更差一些 這副手套接近1000元左右 那麼選擇手套的原因其實比較簡單 因為它的整個手套的內側部分 都是採用這種防滑設計 所以無論是我們自己在跑房車 還是跑卡丁的時候 它在轉動方向盤的時候 都可以提供更多的摩擦力 去幫助我們不會雙手拖吧 因此綜合來說 如果你想要選擇一個入門款 的賽車裝備的話 基本上就是這樣一套 簡單的頭盔、駁圈和手套 那這樣一套下來 價格大概在3000元到4000元左右 我個人覺得 如果你平常非常喜歡下賽道 或是每個月可能會去開 兩到三次卡丁車的話 還是可以考慮自己買一套設備的 畢竟用起來不僅非常帥 更關鍵的是 當你戴上這個頭盔 感覺好像速度上面就會有0.01秒的加成